無論颱風 地震 公安或是疫區 國軍官兵總在第一時間參與救災 復健及防疫等任務 但服役期滿卸下軍服後 官兵弟兄們銜接職場之路 遠比想像中困難 退役軍人薩基諾花五年時間 從吳道友打造屬於自己的健身房 事業 他的經驗明確點出軍人退伍前 相關就業輔導介入的重要性 據統計 東部地區每年約有 三百六十名退出一官兵 但有近半數無業甚至失業 其中又以原住民官兵比率居高 而絕大多數原因都是措施 銜接就業職場的黃金時期 跟部隊的生活反差很大 先用後訓的這樣一個概念 讓我們的原住民的退伍的這些接退官兵 他們自己本身的能力能夠提升 為協助退廚役軍人無縫接軌職場 園民會台東就業服務辦公室 攜手台東榮福處 從退役前三個月推介就業 除役後主動訪市 判以先用後訓的方式 從中培養一技之長 也穩定家庭生技 達到退伍及就業 台東榮福處目前朝向以科技業 及部落觀光為主要輔導方向 一方面因應少子高齡化 造成產業缺工的問題 二來也促進在地就業 判能有效協助退廚役官兵 在尋得事業第二圈 原始新聞 總部任台東是採訪報導